有我的思念 一层多 小妖和屠山景成婚百年后 一直没有园房 屠山景不是不想 只是她不想逼小妖 因为小妖一直忘不了香柳 不然她也不会放着陆地不住 偏要跋山涉水的在一座无名小岛安家 香柳是海底妖王 她曾告诉小妖 海外有很多无名小岛 有的寸草不生 有的美如幻境 小妖当时就心向往之 希望能有机会和香柳一起去看看 没想到愿望还来不及实现 香柳就已经不在了 香柳香柳不要不要 小妖猛地惊醒 眼角湿润 瞳孔微缩 唇色惨白 小妖又做噩梦了 屠山景俊美的面孔落入小妖的眼里 她将小妖紧紧地抱进怀里安抚 力道逐渐加重 犹如一股燃烧的小火焰 让小妖很难抗拒她的热情 屠山景对于小妖在梦中呼喊香柳的名字 一直很克制 可是今天 她却不知为何 突然起了情欲 小妖 我要你要你 屠山景的手指 妈扎着小妖的唇 灼热的鼻息 凑近小妖的耳畔 一遍变换着小妖的名字 滴沉唇后 充满了滚烫的湛有欲 小妖口干舌燥 心脏狂跳 她既想要沦陷 又想要抽离 还未决定好到底该怎么办时 小妖花朵一般的双唇 就被屠山景含在了嘴里 小妖的脑袋逐渐发昏 呼吸声渐乱 身体也松软了下来 正当她开始享受屠山景的功成掠地 被情欲席卷得忘记一切时 一声巨响 却不合时宜地分离了她们 苗仆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妖连问了两遍 可无论是苗仆还是左耳都没有回应 小妖脸色发白 透着隐约的清晖 她不安地看着屠山景 大气都不敢出 屠山景握了握小妖的双手 眼里喷涌的浴火 迅速收缩 她调整好自己的气息 正准备推开门去查看 却被一股霸道的灵力重重地推倒在地 胸腔撞出一口鲜血 瞬间动弹不得 井 小妖惨叫 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苗仆和左耳就被五花大绑地扔到了自己面前 小妖举起她的银色弓箭 缓缓拉弓 迎见将要发出的那一刻 小妖做梦也没有想到 立在面前的靶子 竟然是陈戎新月 在小妖的印象中 陈戎新月一直被枪炫囚禁在宫中 她是个没有实权 也没有帝王宠爱的皇后 多年后再见 新月的眉眼间 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傲气 但眼底却尽是抹不掉的浓浓恨意 小妖苦笑道 看来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杀 新月眼神很利 命令一出 身旁的四个死卫就用灵力 将小妖吸到了他们摆好的阵法中 小妖被阵法的灵力 灼得一点点松软了下来 闭眼之前 她好似又听到了香柳在激巢的问 只是这样 你就打算放弃了吗 香柳 香柳是你吗 香柳 混沌中 小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白发如云 五官俊美的香柳 立在海中对着她微笑 小妖朝着香柳飞奔而去 生怕晚一步就会再一次错过 在法阵一点点吞噬神石的过程中 小妖不知道自己的眼角早已湿润 也不知道涂山井的眼底早已黯然 更不知道自己在距离香柳一不知遥的位置 会被大肚娃娃碎裂的光芒卷入无知无觉的黑暗之中 香柳香柳你别走别走 小妖一身冷汗的惊醒 昏迷前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如走马灯般一一浮现 她看见陈戎新月派死卫打伤了井 苗圃和左耳 也看见自己被新月的死卫困在了阵法中 还看见像柳丽在海边等她 香柳呢 陈戎新月呢 死卫呢 井呢 难道一切都是梦 小妖头痛欲裂 她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在做梦 还是真实发生过的 她甚至记不起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直到涂山井一身青色长山 面色苍白地推门而入 小妖才将破碎的记忆一点点拼凑了起来 小妖 你终于醒了 井激动的一把抱住了小妖 我们被陈戎新月袭击了 涂山井点点头 依然没有放开小妖的意思 仿佛一松手 小妖就会消失不见似的 那我们是如何得救的 涂山井沉默 她缓缓松开小妖 滚滚滑落的泪珠早已从井泛红的眼眶里 湿润了她苍白的脸颊 是香柳 涂山井湿了是眼泪 正色道 香柳在大肚娃娃中 封存了一丝她的妖力 在你快要弃绝的时候 她冲出来震碎了阵法 然后黑帝就来了 她早就察觉到了新月对你的恨意未消 本想守住与风龙的诺言 留她一条性命 可新月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寻找你 并找机会杀死你 黑帝不愿你再受到伤害 便让人就地屠杀了陈荣新月和她的死位 对外则称新月病故了 小妖刚听到香柳的名字时 一整个人就愣正住了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胸口似乎被人撒了一把钢珠 又冷又疼 一时间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小妖 小妖 井胶灼而又温柔的声音传入小妖的耳中 停顿了几秒后 小妖双眼圆睁地看着井 道 那个娃娃呢 那个娃娃 为什么会有香柳的妖力 涂山井深吸一口气 然后平静地起身从桌子上 捧起破碎的大肚娃娃 缓缓向小妖走来 她一边走 一边说 大肚娃娃破裂后 冰晶球发出了璀璨耀眼的光 就是这束光击碎了陈荣新月的法阵 这是 小妖接过冰晶球时 脸色舒染雪白 几滴晶莹的泪水 像是断了线的珍珠 难以自控地从眼角滑落 这枚冰晶球是小妖嫁给赤水风龙前 送给香柳的 冰晶球里包裹着碧蓝的海 悠悠的海水中央 是一个美丽的女娇人 坐在贝壳上 遥望她浮在海浪中的娇人情郎 可是为什么 小妖的眼泪 一下子凝固了 因为她看到女娇人的身旁 多了一个与她双手紧握的男人 而娇人情郎的身侧 也多了有力自保 有人相依 有处可去 愿你一世安乐无忧的两行小字 小妖 涂山井唇角含笑 深情地望着小妖 低声说 我知道你心有疑惑 也知道你始终放不下香柳 虽然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别的男人 有些失落 但我也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困惑 涂山井顿了顿 继续道 去吧 我陪你去玉山找阿碧问清楚 小妖感恩涂山井的理解 她确实有一肚子的疑问 想要问清楚 因为她做梦都想要知道 香柳对自己到底是爱 还是交易 一日一大早 涂山井和小妖便赶到了玉山 阿碧对他们的到来 似乎并不惊讶 所以小妖一张口 阿碧就把她凤凰花中毒后 香柳是如何用精血救她 又是如何催动灵力 用命又杀蛊虫 然后含泪抹掉 惺惺镜中记忆的种种 和盘托出了 阿碧说 我答应过香柳 替她隐瞒一切 但是我也觉得 她对你的爱 你有权利知道 如果你不来问 我不会特意去告诉你 可是你既然问了 我认为你应该知道真相 小妖瞬间像被抽离了一般 静静地待在原地 没过一会 泪如雨下 涂山井抱着小妖 任凭她在自己的怀里触动 任凭她的泪水 浸湿自己的衣衫 心里也没有一丝的怪罪 因为敏锐聪慧的涂山井 这一刻终于恍然大悟 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娇人 应该也是香柳安排的 对象柳 涂山井一直又怕 又赌 又敬重 又感激 因为她知道 香柳善于偷心 而且偷的 就是小妖的心 那天晚上 涂山井陪小妖住在了玉山 说是王母时日不多 小妖想要多陪一陪她 实则却是小妖想要问问看 王母有没有办法 能救活香柳 涂山井知道小妖的心思 小妖也没打算向她隐瞒 她一向心胸宽阔 以小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 只要能让小妖开心 涂山井不介意在他们之间 还有个香柳 然而 遵从天道 顺应自然的王母 却没有给小妖想要的答案 一筹莫展之际 阿碧告诉小妖 她之前在古书上看到过 魂魄重塑之法 小妖追问如何魂魄重塑 阿碧诉声道 既然香柳在冰晶中封存了自己的一丝妖力 那这丝妖力中也必定会有她的一缕神石 月圆之夜 找到香柳的内丹 以其精血催动灵力 便可重塑魂魄 魂魄重塑后 再找到一具合适的肉身 香柳便可复活 小妖不由追问道 精血倒是好说 我的精血就是香柳的精血 可是内丹 我该去哪里找呢 像溜死的时候 化成了一滩黑血 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该去哪里找她的内丹呢 而且 合适的肉身 什么是合适 怎么才算合适 小妖说吧 但见阿碧右手一挥 便在她胸口照出了一枚 暗蓝色椭圆形内丹 这是属于海底妖王的内丹 是次高品级的内丹 我果然猜得没错 她真的把内丹给了你 所以才会那么容易就被打死阿碧说罢 瞥了一眼图山井 正色问小妖 如果像柳真的活了 你和她 你和井你们 先去灯